最近,中國政府大動作的整頓娛樂圈 不僅像是趙薇、鄭爽、吳亦凡等頂級偶像紛紛落馬 連追星的飯圈粉絲也列入被打擊的對象 甚至有人認為,未來的中國 可能再也看不到偶像選秀節目了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中國娛樂圈整頓》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8月26號,中國著名的演員趙薇 他在微博上的粉絲頁,忽然被刪除 代表作環珠格格,畫皮、情深深與萌萌 也默默在演員表裡把他的名字拿掉 連在愛奇藝和優酷上搜尋,也都完全差無此人 堂堂一個天后級別的演員 竟然在一夕之間,整個在網路上消失 不過趙薇這個事件 其實只是最近中國政府一系列 整頓娛樂圈政策的一小部分而已 光是8月,就有趙薇、吳亦凡、鄭爽、趙立穎 等多個頂級偶像藝人被點名對付 而且,不只是藝人,連一般粉絲的追星活動 也被中國政府禁止打擊 讓整個中國娛樂圈人人自圍 等等,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中國娛樂圈發展得好好的 政府又為什麼忽然要出手打壓? 背後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呢? 不過,在開討論之前 按照慣例,先讓我們進一段狗狗 你知道台灣的機車密度是全亞洲最高的嗎? 在這麼多車輛的環境下面通勤 萬一不幸發生事故,遇到天價賠償 或是龐大的修車費 卻又只有基本強制險,可能就要傷腦筋了 為了讓機車騎士有更完整的保障 泰安產物保險最近推出了安心好奇專案 透過官網清楚、完整的介紹 可以讓你自由選擇各種方案 但線上投報也更便宜 其中第三人責任險 當我們和對方發生事故的時候 如果第三人受傷 同一事故最高理賠400萬元 超額責任險,針對整個車禍案件 最高理賠1000萬 讓我們不用擔心天價賠償 當然,我們對別人負責也要照顧自己 所以還有駕駛人傷害險 還有乘客責任險 不論駕駛自摔還是乘客受傷 通通都有理賠 另外,如果車輛相撞,導致機車壞了 車體損失險,也會提供補貼、減輕我們修車的負擔 重點是,這些超過千萬元的保障 保費一天只要不到8塊 萬一真的不幸發生車禍 也能透過泰安產險APP的Smart Lane智能服務 讓系統一步步教我們怎麼處理事故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 了解更多其他安心好奇的服務和資訊 另外,現在線上投保還能參加抽獎活動喔! 中國娛樂產業最近幾年高速的發展 但與此同時,也不停地傳出一些醜聞和亂象 大家比較印象深刻的 可能是2018年范冰冰逃漏稅風波 今年初,鄭爽被爆出代孕棄養、陰陽合同的逃漏稅事件 7月的時候,還有吳亦凡因為被爆涉嫌強姦的爭議 這些事件詳細的內容,我們之前的影片也都有討論過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回顧看看 不過除了上面這些大家比較熟悉的藝人 最近還有一個鬧得很大的張哲瀚事件 狀況就比較特殊 事情是這樣子了,張哲瀚是中國新生代男演員 最近才剛剛因為演出BL的古裝劇《山河令》而大爆紅 沒有想到,才剛剛紅不到半年 就有人爆說他之前曾經到過日本的奶木神社 還有禁國神社 而這些神社跟日本軍國主義有關 所以張哲瀚就被網友批評是親日份子 而且因為他的形象比較陰柔 所以也被罵說中國不需要牛炮 甚至連官媒《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也跳出來譴責 隨後張哲瀚遭到全面抵制 連已經拍完的作品都被各大平台下架 為什麼說張哲瀚的狀況比較特殊? 因為前面提到的像是范冰冰、鄭爽、吳亦凡 主要還是因為自己觸犯法律,被整頓對付 還算是可以理解 但張哲瀚卻是因為意識形態和個人特質 不符合大家的期待 就被輿論和政府一起全面封殺 而這次的趙薇事件 就有人懷疑跟張哲瀚事件有關 趙薇的微博超話 也就是有點像我們討論區和粉絲頁的地方 在8月26日當天忽然被刪除 連帶各種平台也完全下架消失 封殺速度之快非常罕見 而且更奇怪的是,都已經那麼大動作封殺了 大家還是不知道趙薇被消失的具體原因是什麼? 趙薇怎麼了? 這個關鍵詞一度衝上熱搜 後來中國網民開始各種翻趙薇的黑歷史 有人翻出趙薇以前穿過日本的軍旗裝 又發現張哲瀚是趙薇公司旗下藝人 懷疑是趙薇因為親日而被張哲瀚拖下水 又有人發現趙薇跟馬雲的關係很好 還是巴里巴巴旗下阿里影業的大股東? 最近中國政府一直在打壓馬雲 趙薇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而被牽連 還有人猜測,是因為趙薇以前惡意操弄股市 是因為跟美國政治人物關係太好等等 反正各種陰謀論不停的出現 趙薇一夜之間名譽掃地 但還是沒有人知道趙薇到底做錯了什麼 欸,這次是連原因都不清楚 就能讓一個天后級藝人徹底消失 趙薇事件讓整個中國演藝圈人自圍 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會輪到誰,會因為什麼原因而出事 所以有不少人認為,這一系列頂級明星落馬的背後 只是中國政府一整套整頓計劃的冰山翼角 現在中國想要打壓的不只是明星 連追星的飯圈文化也要出手管制 由上而下的整頓整個中國娛樂圈 飯圈的飯,指的是Fans的意思 就是飯圈文化,也就是粉絲追星的文化 那就像明星偶像一樣 中國飯圈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 也因此傳出了不少醜聞 最有名的事件,是今年初的選秀節目 《青春有你3》 號召粉絲去買贊助商的牛奶來投票給選手 當時就有不少人為了支持偶像 買牛奶投完票之後就倒掉 引起輿論反彈,連節目都直接停掉 另外,又有粉絲之間互相攻擊造謠、雜劇館集資 未成年追星、追悼、廢寢、忘食等等 飯圈開始引起強烈的社會批評 所以早在去年2月 中國主管網路事務的機構、網信辦 就批評這些飯圈文化敗壞社會風氣 宣布要對他們發起整頓風氣的清朗行動 從去年2月開始,就有很多官方媒體和文化團體 都出來批評藝人施德 說娘炮形象扭曲了審美觀 罵飯圈過度追星等等 不過當時這些管制,主要還是用來加強審查力道 禁止粉絲之間的謾罵攻擊為主 這在中國來說,並不算是太罕見的一個手段 直到今年8月27號 網信辦忽然對娛樂圈揮出重拳 推出《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 這裡詳細列出了10條禁令 比如說在藝人和娛樂平台這端 網信辦禁止他們設置明星排行榜 也不可以用解鎖任務、訂製福利、花錢投票等方式 去誘導粉絲消費 而粉絲這端的改變就更大了 因為粉絲數量太大,實在管不完 所以網信辦限制,之後所有的粉絲團或後援會 都要先跟明星經濟公司註冊 沒有取得授權的粉絲團,都要被解散 獲得授權註冊之後 又有這些經濟公司,負責管制粉絲們 禁止他們出現互相攻擊引戰、幫偶像集資打榜等等的姿勢行為 明星不可以叫粉絲消費 粉絲不可以掏錢支持明星 這等於是直接砍斷了現在娛樂圈的淫模式 引起了整個中國娛樂圈的大震盪 經歷整個8月一連串的禁令和整頓之後 中國演藝圈開始人人自圍 各個一線明星都發聲明反省 呼籲粉絲們要理智的追星 而微博、豆瓣這些主流追星平台 也下架了藝人排行榜機制 並且刪除封鎖數以萬計的粉絲群組 其中有些甚至還是擁有幾百萬粉絲的大型帳號 至於製作公司這邊,像愛奇藝也宣布 跟這些不良行為劃清界限 取消未來幾年的偶像選秀節目和場外投票環節 其他類似的競爭者相信也會跟上 對整個中國娛樂圈造成很大的衝擊 等等,中國娛樂圈產業雖然是有不少問題 但整體來說還是發展得很興盛 他們政府為什麼要自己打擊自己家的產業啊? 根據官方的說法,現在之所以要祭出重拳 是因為現在的娛樂圈 從明星到粉絲都烏煙瘴氣,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 所以現在的手段主要是為了讓整個產業好 讓藝術回歸藝術 但外界對於中國政府的行動 卻有其他不太一樣的推測 像有些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其實還是政治 因為飯圈的人口數量非常龐大 而且動員和組織能力也很強 過去中國政府曾經想要拉攏飯圈女孩 但後來可能發現拉攏成效不彰 又擔心放任這些人不管的話 以後會成為反撲自己的力量 所以才強力的立法管制 另外,有一派人覺得 這次行動背後可能有更大的政治目的 因為最近中國政府不只對娛樂圈出手 連補教業、遊戲業、科技業也遭到強烈打壓 他們懷疑,中國最近的一連串行動 想發起文革2.0 這次中國出手整頓娛樂圈之後 就有不少人都留意到 有一篇叫做 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文章 被三十幾個中央和地方的官媒集體專載 那因為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是什麼很有名的人 這種待遇非常的罕見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這是中國政府間接的表態 那這篇文章說了什麼呢? 文章討論,這次整頓娛樂圈事件時 用了非常多文革的話語 像是提到,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革命 要從資本集團向人民回歸、向社會主義的本質回歸等等 很容易就讓人聯想起了文革 所以不少分析就懷疑 中國政府未來想要用更嚴厲的手段 去掌控人民的意識形態 而這次的娛樂圈整頓,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有了會員的贊助,我們才能持續運作這個頻道 不斷討論非常重要的議題,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走得更遠 歡迎點擊這個加入,或是從資訊欄的這個連結 加入我們的會員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超級感謝,直接抖內我們! 話說回來,這次看到中國政府 用那麼強硬的手段來整頓娛樂圈 我們看到也覺得滿驚訝的! 雖然目前的證據,還不足以讓我們直接下定論說 中國就是想要搞文革 但實際上,除了娛樂圈之外 中國政府最近對於民間可以打電弄的時間 或是各行各業的各種管制與規範 確實都越來越明顯了 這個山魚欲來的感覺,真的難免會讓人感到不寒而栗 回到這次娛樂整頓的事件 我們認為,就算中國娛樂圈的生態真的有一堆問題 但現在中國政府那麼強硬的手法,也不見得會有效 因為民眾就是因為生活壓力很大 才需要娛樂休閒來當出口 現在這個出口被硬生生的斜斷 不能追星、不能娛樂,需求沒有被滿足 最後很有可能就會被轉到更危險的地方 去抒發自己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中國這種大幅收緊管制的動作 對於我們台灣的影響,恐怕也不能小看 一方面,台灣也有不少人喜歡收看中國的選秀或娛樂節目 少了中國,也會少了一個選擇 另外一方面,當中國的社會氛圍變得越來越封閉和緊繃 這個壓力很有可能就會向外釋放 比如小粉紅好了,可能會更淒淨的去出征別人 甚至官方也可能會帶頭用各種方式 對外引戰,把國內的各種民怨,轉移到外部勢力 而位在第一線的台灣,很有可能就是首當其衝的對象 當然,這只是我們非常主觀的想法而已 未必真的會這樣發展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觀察 都歡迎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但總而言之,我們覺得中國現在管控娛樂圈的手段 確實還滿有討論空間的 所以最後,我們想來問問大家 你覺得中國這次整頓娛樂圈會成功嗎? 會!那麼強硬的政策打下來,中國民眾就只能乖乖聽話了 不會!娛樂圈非常頑強,大家等瘋喉過去之後又會滿血復活 娛樂圈整頓可能會成功,但民眾會找到其他娛樂休閒 再次上演同樣的亂象 滴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中國娛樂圈整頓》! 此外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看看《施德藝人》以及《中國選秀節目》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